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5日 解读《度诗》本来是给那些会员的特供视频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这首《度诗》比较长 可能花的解读时间也会比较长 就不适合做那种特供视频了 所以还是公开出来让大家都能够听 同时也算是做一个广告 让人们知道是怎么样来解读《度诗》的 感兴趣的人想要看那些特供视频里头的解读《度诗》 那就欢迎注册成为我的会员 现在是清明时节 所以我今天要讲一首《度诗》关于清明的诗 《度诗》在晚年写过一组《清明二手》 这个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 关于这个《清明二手》 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认为说 这是伪作不是真的是杜甫写的 那在现代研究杜甫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是伪作 其实他们那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是因为没有看懂这组诗 但是视频节目是不适合于做这种考证的 所以我会另外写文章来考证 为什么 这两首诗是杜甫写的 不用怀疑 不要以为说是别人写的表错了 这两首诗是属于七元排律 七元律诗一般是四连八句 中间两连是对账 但是如果写的更长了 那么就叫做排律 那这两首诗每一首它都有六连十二句 中间有四连都是对账 所以像这种排律是很难写的 这两首清明诗 第一首是堆积了很多的典故 一般的人是欣赏不了的 不知道那些典故 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些典故给解释了 那会很说人无味的 所以我第一首我就不说了 我只来说第二首 这两首诗呢 它关联性其实不强 所以即使不知道第一首 也不妨碍欣赏第二首 那这首诗的一个主旨 就是呢 杜甫想要回老家去 杜甫在成都的时候 听说他的老家 河南已经被官军收复了 马上就想到要回老家 也就是大家在中学的时候 学过的那首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白日放歌须中酒 青春作伴好还家 他甚至呢 还规划了回家的路向 那就是要走水路 坐船顺流而下 急从八峡 穿乌峡 便下襄阳 向洛阳 洛阳的荷兰呢 那就算是杜甫的老家了 但是呢 他有了这个想法以后 也没有说马上就实现 他又在成都 又待了两年 两年之后呢 才开始动身 买了一艘船 带着全家 沿着长江顺流 而下 到了奎州 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奉节 他在那里又停了下来 又在奎州 又待了一年十个月 不到两年 那在奎州的那段生活 对他来说 是最安逸的一段生活 所以呢 他在奎州的这不到两年 就写了有四百多首诗 是他最高层的一个时期 而且呢 是精品非常的多 最著名的一些诗呢 都是他在奎州的时候写的 所以那个呢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可以把他叫做 杜福的奇迹年 他在奎州 待了不到两年之后呢 就在大历三年的 真月 就还是要回家了 又继续坐船 带着全家 出了三峡 沿着长江 继续顺流而下 到了江陵 也就是 荆州 湖北的荆州 本来呢 应该是从江陵 在北上 到襄阳 然后呢 变下襄阳 向洛阳 对吧 但是他到了江陵之后 知道了 在北方 在那个桑州 那一带 又发生了战乱了 没法去了 没法再往北走了 回不了家了 那么怎么办 就只能呢 是在江陵 暂时的住下来 但是你这么一耽搁的话 生活就出问题了 你不可能说去打工去了 你身上 有没有带那么多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能是靠 接交当地的 那些地方官员 还有如果 以前有认识的 朋友 远房亲戚 来接济一下 用他们来解决生活问题 毕竟呢 一家老小都跟着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个地方 也不可能说 待很长的时间了 你待这个时间太长了 接待的人也很烦了 所以一般就几个月 你就得换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他在江陵 待了几个月之后呢 就沿着长江 南下 没法我们得走了 就南下 到了湖北的公安 又在公安 又待了几个月 又得离开了 就又沿着长江 继续往前 漂流 到了湖南的岳阳 到岳阳上了岳阳楼 第一次看到了洞庭湖 西文洞庭水 经上岳阳楼 留下了一首描写 洞庭湖的千古绝唱 然后在岳阳 待了几个月之后呢 又得继续往前走 这回呢 民法顺着长江 说继续往前漂了 那么呢 就继续往南走了 就渡过了洞庭湖 然后沿着湘江 逆流而上 到了潭州 湘潭的潭 也就是现在的长沙 那这首诗呢 就是他到长沙之后 清明的时候写了 这诗的 一开头 就是在讲 自己这一辈子 一直在飘泊之苦 此生飘泊苦西东 又必偏枯半耳浓 他的飘泊 可跟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飘泊而不一样 我们现在 我到哪去打工 到哪去留学 也喜欢说 自己在飘泊 在流 让什么被飘 那不是的 跟这种情况 完全不一样 他那种飘泊 是被迫的 是由于战乱 然后只好呢 拉家带口的 到处乱跑的 所以这种飘泊 所以这种飘泊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健康人 本来呢 也已经是够悲苦的了 更何况现在年老了 而且呢 一生是病 什么病呢 右臂偏枯 也就是说 他的右臂 已经动弹不了了 中风了 中风了 半耳浓 就耳朵 也有一半浓了 两个耳朵 有一个浓了 他在奎州写过一首诗 魁子之国杜林老 牙齿半落 左耳浓 所以我们知道 他的左耳朵 在奎州的时候 就已经浓了 接下来的 这一年 继续写 他的漂泊和多变 这一年的上半年 是继续写他的漂泊 而且他这个漂泊 并不是那种比翼上的 真的是坐在船里 到处漂的 到了哪一个地方 要停下来了 还不是说 上了岸 有房子住的 而是把这个船 就系在岸上 人就住在这个船里 那么周围是没有别人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孤单 寂寂 就很孤单 想起这种 那情况 那鼻斑的漂泊 那是更悲苦 所以就双下泪 两个眼睛都流下了泪水 为什么要强调是双下泪 因为前面说了 半耳浓 是跟他对应的 两个耳朵 有一个已经浓了 但是两个眼睛都还好 只不过是都在流泪 下一句 就继续写他的病 悠悠 有几种意思的 那这里的意思是悠悠 我心的意思 那个悠悠的意思 也就是悲伤 扶诊 那是指的 生了病了 躺在船上动弹不了了 没法到处走 所以一直就躺在船上 那么你躺在船上 又忧伤 又无聊 那么一种排浅的方式 就是用手在空中写字 疏空 但是右臂已经偏枯了 所以只能用左手来写 所以叫做疏空 那么这两年 写自己的漂泊 写自己的连迈多病 这个你在什么时候写 都可以了 对吧 跟清明啥关系 跟清明还不贴提 所以接下来 他就来写清明 十年处居江楚远 万里秋千习俗铜 清明处居和秋千 都是清明的时候 玩的一种习俗 所以这里就跟清明 对应上了 就贴提了 但是对于这一年 我们是不能分开来看的 要串起来看 这个叫护文 他的意思就是 十年来江楚 就是带着幼小的小孩 也就是拉家带口的意思 走了万里远的路 这个万里远 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杜甫在十里远 喜欢用万里远的词 但是那个十年并不夸张的 流浪了十年 漂泊了十年 我们从他前缘二连 他在华州施工 那个小小的官任上 辞职不干了 然后带着全家去漂泊 那一年开始算起 先到了甘肃的秦州 也就是现在的天水 还有铜谷 在那里几个月 差点二十 全家要二十在那里 又到了四川 成都在那里住了六年 然后又到奎州 住了差不多两年 现在又流浪到了湖南 那么前缘二年 是公元七五九年 他写这首诗 在湖南长沙写这首诗的时候 是大历四年 也就是公元七六九年 那七五九到七六九 刚好是十年 所以这个不是夸张的 也不是所谓一个大约的数字 是很精确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十年来 走了万一远的地 不论到了哪里 到清明的时候 还是看到人们在玩处居 也就是踢足球 古代的足球 还有挡秋千 跟老家的习俗 是一样的 那么你这十年来 看到别人玩这些东西 还是想着 是跟老家是一样的 也就是表明了 时刻都还是在想着老家的 那么清明的习俗是很多的 为什么特地去写 处居和秋千 这是有他的隐医在里头的 一看到了处居 就想到了 自己这十年来 就像被人踢来踢去的 就像被踢足球一样的 也看到了秋千 也想到了自己的漂泊 就像荡秋千一样的 旅燕上云归之塞 家人钻火用清风 旅燕 这是从北方旅行来的大宴 现在春天来了 要回北方去了 紫塞 紫色的关塞 因为秦朝的时候建长城 还有汉朝的时候建关塞 他们是用紫色的泥土来建的 所以看上去是紫色的 这个为什么把它叫紫塞 那这里当然是用紫塞来代表北方 所以大宴要回北方老家去了 他只要飞上云天就可以走了 但是人要回老家 没法像大宴一样也飞回去 所以这里是感慨自己 还不如大宴 那么这个是一个斜井 是抬头往天上看到的井 那么你在低头看到的静井 是自己的家人在取火 为什么要取火 古代在清明的时候 是要停火 三天吃寒食 就吃冷饭 要吃三天 就寒食三天 过了这三天之后 要重新开火 那就要取火了 他砖火制的就是取火 取火是有讲究的 如果是在北方清明取火 就要用榆树和柳树 但是在湖南那个时候 取火用的是清风 所以上一年说 什么习俗同 其实不完全都一样 各地还是有不同的清明习俗的 这里强调的就是 这一点不是都一样的 不是都习俗都同的 毕竟是在异地 不能把异地当家乡 还是有不同的 秦城楼阁烟花里 汉主山河锦绣中 唐人喜欢用秦城来自长安 汉主来自当今的天子皇帝 所以这一年是在想象 想象现在的长安城 还有周围的山河 春天来了 到处都是鲜花 该有多么的美 这只是想象了 望是望不到的 只能说是在想望 那杜甫呢 自从十年前离开长安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过长安了 但是呢 一直呢 是恋恋不忘长安 美衣北斗望金华 一直在想着长安 因为长安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所以这一点呢 就把个人的不幸 与国家的安危呢 又联系在一起 又升华了 即使以多病之身 漂泊流浪到了江湖之野 还是恋恋不忘国家的安危 那么他能不能 说再次的去长安 能不能回到老家去呢 我们看最后一年 春去春来洞庭阔 白平仇煞白头翁 豆腐他当时是在长沙了 长沙不在洞庭湖边上 是看不到洞庭湖 所以他这里写的洞庭 并不是看到的一个景色 那为什么要写洞庭 因为如果你从长沙 要回老家 要北上 那么呢 必须要先经过洞庭湖 洞庭湖是非常的宽阔的 在当时的洞庭湖 那比现在的洞庭湖 要宽阔多了 那个时候呢 是中国的第一大湖 那面积呢 是现在的洞庭湖 两倍都不止了 所以这么宽阔的一个湖泊 你要度过 那就是一大障碍 而且这个湖泊一直就是那么宽阔的 不止说 现在春天来了 春水上涨 湖泊才变阔了 春去秋来 都是这样 都一直是一大障碍的 你不能等说春天过去了 春水退了 就可以很轻易的过去了 所以这个洞庭湖就表示了 是自己要回家乡的 一个重重的障碍 又看到了 有白瓶 白瓶是什么 就是浮瓶 所以漂泊的人 看到水上的浮瓶 就会感到一种哀愁 那为什么不叫浮瓶 而叫白瓶 因为浮瓶开的花是白色的 所以把它叫白瓶 但是浮瓶是夏天才开花的 清明的时候 是还没有开花的 但是他看到了浮瓶 想到了 浮瓶也叫做白瓶 由这个白字又想到了 自己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已经是来日无多了 那么就很可能了 是没法 说在渡过洞庭湖 突破重重的障碍 回到老家去了 最终的渡瓶的确是没能回到老家 他在长沙滩州 住了几个月之后 又得离开了 然后打听到 他青年时代结交的一个好朋友 现在在恒州 也就是恒阳当刺史 就是想到要去投靠他 所以就又从潭州出发 沿着湘江 逆流河上 好不容易 到了恒州 结果呢 发现 他的那个好朋友 已经离开了恒州 被调到潭州去当刺史了 所以呢 他就又回潭州去了 但是到了潭州之后呢 就发现他的这个朋友 就任没多久 已经病死了 所以他在潭州呢 又没有依靠了 他在潭州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潭州发生了叛乱 新的刺史被人杀死了 那么这个时候 潭州就很危险了 所以杜甫呢 又想要离开潭州 就打听到他有一个远房亲戚 在沉州当关 那更远了 在南方 他就想到呢 要到沉州呢 去投靠他 所以呢 就继续出发流浪 就坐着船 又是逆流河上 结果呢 到了雷阳 那个地方 碰到发大水 过不了 一家人就困在州中 饿了五天 那幸好呢 那个雷阳县令 知道了 给他送来了 牛肉和酒 才没有饿死 沉州过不去了 就只好呢 又回潭州去了 所以他又回到了 腾州 又住了一段时间 又想到岳阳去 岳阳呢 又得过洞庭湖 那在洞庭湖上 他再次的中风 那这次呢 就没有恢复 就死在了洞庭湖上的船上 他在临死前 写了一首诗 很长的诗 一个五言的牌律 是三十六年 算是他的绝笔 送给湖南的亲友 在他的绝笔当中 有两句 暂写留依旧 君生动至今 就他自死了 还是恋恋不忘 在暂乱未休 杜符死了之后呢 棺材就先停放在岳阳了 这一停放 就是停放了四十多年 因为他的儿子 很穷的 没办法 他说把这个棺材 就送回老家去了 他的二儿子 有一个孙子 长大了之后 就找 这亲朋好友要钱 要盘缠 要把自己的爷爷 这个棺材呢 就运回老家 护送回去 埋在 河南的首阳山 这个时候 都已经死了四十多年了 中阴啊 是魂归固定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给大家看